接著就是2012年,Pair-up 1A的第十條題目 這條題目就跟你說了 現在有個這樣的設計 這個設計呢,其實你的實驗室應該經常都玩 有一個Mask就是M,凌空了30度 這樣的意思 然後呢,他就說了 他那件東西放在那個位置 其實只要你肯移動它 他就會向前的 uniform speed 中文同學, uniform speed 的意思就是 它是會以均速滑效 能夠做到這件事已經是告訴你 你已經設計到一個叫做 Fiction Combensated One-Way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你剛剛好 做到它好像No Fiction 因為你肯推它 它的A就叫做0 這樣飆下去 慢著先,不是應該有Fiction嗎? 是有Fiction 最後我們的Fiction搞定了 你怎麼搞的? 我搞法很簡單 你原第一個向下Mg的力 向下Mg的力 我們會拆component,拆兩角 拆一角就是這裡 拆一角就是這裡 如果這隻是30度的話 這隻就會是30度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Mgcos30度 而這個就是Mgsine30度 只要Mgsine30度 剛好得那麼巧 是等於Fiction的話 這樣就行了 這樣我們就剛剛好 兩力就平衡了 只要哪一個人不生手 過來拆他一下 他就衝下去 衝下去 他又不會加速的 因為事實上 兩邊是unbalance 而已 acceleration繼續是0的 這樣的意思 如果所有事情你都明白的話 那就可以了 一起來看看 他們就這樣說 which or forming statement 關於現在這一件事 是correct的呢? 這樣的意思 他第一件事就是 他就說他沒有lade force 沒有靜力 大家要明白 這個世界 總之F就等於MA 現在你會發現 acceleration是0 就代表你的F一定是0 而這個F就是他口中的lade force 他的靜力 那現在他真的沒有加速 沒有加速就沒有靜力 這個合理 1號正確 2號他就說 我們的fictional force就是0.5mg 是不是啊? 沒有露點啊? 我們計算過的嘛 Size 30度就是0.5mg 所以這個F真的叫做0.5mg 又是正確的 這個又是沒有露點的 我們也是成功地 發現了我們的2號也是正確的 3號 3號就是 如果這件事 開頭呢 對他那時候的elisal speed 大一點的話 那他就會加速的啦 大哥啊 你不要玩笑 我都告訴你 他們的力量互相balance 那就是說 你對下去的時間 總之就是F 總之就是0 就是不會加速的 那你原底的elisal speed 是小的 你就繼續保持著這麼小 elisal speed 是大的 你就保持著這麼大 那你不會說 因為你大了 會無緣無中生的力出來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無論你當時的elisal speed 是多少 你的elisal speed 繼續堅持是0 除非你有外力的介入 否則來說 elisal speed 繼續是0的話 他屈他會有個加速 這個說法就不正確 那如果是這樣的說法的話 一答二呢 就會是我們的answer 所以我們最終的答案呢 就會是 看一下 最終的答案就會是 CK了 CK了 這樣就該怎麼收工